這是實際上上課,我們錄影的第九次上課 那第八次上課的話,基本上有幾個重點 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這個黑名單的篩選 那這個黑名單篩選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想要找那個 某一個email信箱 是不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話 那當然呢,如果你假設要查這個資料 用人工的方式真的很浪費時間 當然,如果你有Excel的話 你可能至少要知道幾個方法吧 第一個的話,可以把黑名單建立成一個名稱 也就是以後的話,這個範圍呢 它就叫黑名單 以後你可以透過F3這個按鍵 就可以存取這個黑名單的範圍 那這樣的話,你可以直接查 第一個啦,第一名稱 第二個重點的話呢,就是 我們可以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我先把那個篩選取消 第二個就是說呢,利用這個叫做Count if的函數 然後跟他講說呢,我在黑名單裡面 幫我找一下A2這個儲存格的email信箱 看看是否出現 是的話就是1啦 那否的話就0 因為康義符其實是固定思考 去幫我計算一下 如果它在這個範圍中出現的話 而且Count的話呢,還有一個用 就是算它的出現的次數 所以如果次數 它不一定只有一個喔 不過理論上啊 黑名單裡面應該只會放一個 不會有重複的 所以理論上這個地方 只會出現0或1啦 那1的話就表示有資料 0的話就是表示沒有 也找不到 OK 那當然呢,用這個方式來做 就好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公式下完之後 再把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基本上呢 它就全部幫你把 你清單裡面要找的這個 找的這個email信箱全部找完了 OK 那速度真的差太多了 那以前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 那不得了 用眼睛慢慢看 所以可想而知啦 如果假設人家問你說 到底用電腦跟用人腦 到底差在哪裡啦 其實最大的差別 我是覺得喔 光在那個資料的比對上面喔 當然人腦跟電腦就絕對不能比 因為用人腦 你慢慢加上用眼睛來看的話 哇那效率 因為你要一個慢慢 而且你怎麼知道說 這個信箱 是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 那當然你不可能就從頭找到尾啦 那怎麼辦 恐怕還是要用對的方法 不然我看應該找喔 尤其是你資料量 假設只有個位數字格 那找很簡單 可是如果你的資料量是非常龐大的 像這個都幾萬 幾千幾萬 甚至還有幾百萬比的話 哇那不得了 你可能比不完啦 所以 理論上現在電腦裡面的資料量都越來越龐大 因為所謂的大數據喔 那當然呢 你就有必要喔 用對的方法去把資料給找出來 所以這個Email信箱 在黑名單裡面出現的次數喔 它就出來 那當然呢 還有第三個重點喔 第一個是定義名稱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COMF 那第三個就是說 那我要找到 其實就是 在那個 查詢結果裡面是1的留下來 0的部分不要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今天喔 它當然0和1全部都顯示 可是呢 如果假設 你有一個需求 我只要顯示1 那0的部分呢 幫我隱藏起來的話 那當然還有第三個功能 就是剛剛有用到的 所謂的資料裡面的篩選 OK喔 所以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喔 就用了三個很常用的 這個 Email裡面的 使用的概念喔 第一個當然就是 定義名稱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COMF 第三個的話 就是篩選 那篩選其實喔 主要就是把1找出來 0的部分隱藏掉 OK喔 所以以後如果你有這種需求 假設找完之後 你要把什麼資料 篩選出來 找到喔 然後呢 除了你想找的資料 隱藏起來的話 那篩選其實是最簡單的 那篩選呢 當然喔 其實在 這個ecele裡面 還有很多其他的用途喔 比如說你要找資料的話 其實用篩選真的蠻方便的 所以啦 我是覺得ecele大概 對於實際上應用來看喔 當然 找出你要的資料 其實喔 他要找出你要資料的數量 其實 ecele真的是非常方便 那如果假設了 你不會用 ecele的話 當然其他可能 就是用寫程式啦 不過寫程式其實 相對起來喔 比起那個 用ecele來說 難度高很多 那最後的話 其實我們就把三個動作 最後把它怎麼樣 結合成一個程式 那當然呢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 VBA給叫出來 所以禁令函數裡面 開發裡面 那我們最後是用 錄製聚集的方式 分別把總共有八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切過來嘛 有不要記得不要預先放這裡 點它一下 然後呢 再輸入公式 向下填滿 然後呢 再把剛剛的篩選 有不要再放在B1 然後再做篩選動作 把E留下來 那E留下來之後呢 把最後的結果 把它複製貼過來 最後把它做成一個聚集 我把它再弄一下 按下去 那這個聚集 基本上就完成 那動作就OK了 那篩選清楚的話 其實比較簡單 就是把A欄的部分 選起來 delete 掉 那就恢復了 所以其實上個禮拜 最重要的就是做這些動作 當然 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這些動作呢 都確實錄下來之後 以後這件事 就真的變簡單了 為什麼以後你要找資料 其實就剛剛那些動作 三個動作 定義名稱 conif 跟篩選 其實呢 就不需要做了 需要做了 其實 就只要怎麼樣 把按鈕按下去 那你的結果呢 就查完了 這樣相對的事情就簡單了 所以以後 如果你老闆要叫你要再查新的資料 比如他又給你一堆的email 叫你找 那很簡單嘛 你就把資料更新一下 按個按鈕 這個黑名單馬上可以交 跟老闆說 把它查出來 當然啦 黑名單在職場 在一般的應用很廣泛 我想各行各業都有黑名單 那假如說人家有訂購什麼東西啊 比如說電子商務上買東西 一定有 那種所謂的奧客嘛 對不對 你一定要先把它找出來 那如果假設他曾經訂購 然後呢 有一些 註企是 怎麼講 你跟他交易不愉快 那你就不要跟他交易了 不然這個人可能就是 你出購給他之後 他又說他什麼什麼地方有問題 什麼什麼有問題 我光解決這一個客人我就煩死了 所以理論上 通常這種客人一律啊 就是不要跟他再交易了啦 寧可錢退給他就好了 不然真的喔 你為了收他一點點錢 其實你賺他沒有多少錢 但問題你眼神性 還有啦 其實心理上你會覺得 遇到這種人真的是喔 秀才遇到 比你跟他講半天喔 他 就是會跟你一直說什麼有問題 那這樣 算了 你這個錢就不要賺好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黑名單 你去把它抓出來 所以如果假設你沒有建立這個機制的話 那很麻煩 說實在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店面或者一些商家 其實真的 如果你假設不會用這些方法 說真的 你做生意有的時候就麻煩 所以寧可啊 你不要少賺那些人的錢 然後盡量找到就是說呢 對的客人 你當然做起生意來自然而然喔 就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不愉快的經驗啦 說真的 有時候現在 我發現現在的人 其實說真的 不像以前喔 我發現以前的店家 甚至喔 開那個 營業的時間都拉很長 以前好像比較愛賺錢嘛 還是怎麼樣 我發現現在的人喔 好像比較不那麼愛賺錢 以前好像禮拜一到禮拜天 幾乎都有開的一些店喔 現在好像慢慢 禮拜六禮拜天 甚至有一個禮拜一定會修個一天兩天 那營業時間的話 以前可能甚至會 到十一、二點好像還是開的 那現在好像慢慢的 營業時間好像大概七、八點就準備要關門了 我發現好像大家比較重視的就是那個 品質 而不是說一定要賺很多錢 那種感覺喔 所以如果你要提升你的服務品質之外喔 另外的話 還要再提升你的工作的 怎麼講 那種愉快的程度的話 我覺得啦 有必要喔 你就需要用一些 用一些工具去把它做一個控管 那當然啦 你如果 要做其他更更進一步的動作 當然你要花很多錢 去請人家幫你寫那個套裝程式 那問題那個很花錢 可是如果假設你不希望花大錢 可是卻是也有差不多的這個 這個喔 目的的話 那當然呢 其實我建議喔 還是把以色友學好 應該是最簡便的方法 因為我預購很多啦 因為基本上台灣大概95%以上都是中小企業 那所謂中小企業就是喔 大概 員工人數可能都不超過十個喔 人都很少 OK 那如果人很少 規模很少的話 不可能花大錢喔 去找工程師去幫你寫東西啦 所以其實 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喔 就是直接的啦 用現有的工具 一sell 其實就蠻好用的喔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呢 最後是把這個聚集 給錄製下來 這個再重點 複習一下喔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上個禮拜 沒聽得那麼清楚的話喔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有把影片都錄下來喔 所以第八次 今天是第九次喔 那每一次上課啦 我希望就是說 我就帶一個範例給大家 反正你把範例做完 然後做也繳交 你就有這個成績 那記得啦 你做也不要亂交喔 就是我要做的 你就給我做那個動作 你要做一些多 有無關的 OK 那你不懂沒關係 你把影片再稍微看一下 我想應該 這樣子喔 通過我們的 這個成績評量 應該就沒問題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成績就是 記得喔 作業成績 也是佔百二十 還有作業 不要 借給別人繳交啦 因為有查到幾個同學 奇怪怎麼會一模一樣呢 OK喔 那怎麼辦 我就把你們成績 兩個就除以二 給你各 比如說你可能兩個 你的成績是九十分 那兩個 一個人就四十五分 如果三個人的話呢 那一個人就三十分 大概是這樣 那出席成績也是一樣 出席因為我們有 畫座位表啦 然後 當然 有同學喔 可能比較忙碌啦 不過如果你忙碌沒關係 你可以請假或 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說老師我實在沒辦法來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作業部分喔 沒關係我是 可以接受說 你們真的很忙喔 你跟我講說 你沒辦法來 但是你不要 沒來 但你上面顯示是你有來 那我怎麼辦 我就覺得 欸 是你人在哪裡 看不到 但是問題上面有你的 出席的紀錄 這樣OK啦 好 再來是其中的部分 齊末 齊末 我也很傷腦筋 齊末到底要考試還是要 這我們再來決定喔 我是希望說 如果考試可能就剩下幾題給你們考 好了 那今天的話請各位喔 繼續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練習題吧 其實跟剛剛上個禮拜的那個練習題 蠻接近的也是 我想跟文學院同學喔 蠻有接近的功能需求 比如說 其實最早我在使用電腦的時候 其實我的目的就是我希望算 比如說 紅螺夢某個人出現次數喔 的頻率還有數量 比如說呢 像賈寶玉到底在紅螺夢裡面喔 這個名字出現過幾次 那以往一百 大概紅螺夢一百萬次喔 如果我要從頭把它算到尾 哇那不得了 我算 如果要算喔 我看算一個月我都算不完 可是如果你假設你今天有一個系統 可以直接喔 拿來算 那很快嘛 Excel其實很快算完喔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在利用喔 我想我們在找一個範例吧 這個範例主要就是說呢 可以幫大家喔 去計算什麼 某一個資料 它在 這個資料裡面出現的次數啦 所以要算那個什麼 有點像頻率 那你說這個頻率重不重要 當然我覺得很重要啦 因為為什麼你出現的次數多 那表示是重要的嗎 不然為什麼你出現這麼多 OK 反之的話呢 當然出現少 那其實當然也不能說不重要 可是理論上喔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重要 OK 那你不能說你數量少 可是你卻又認為它很重要 那就說不過去喔 所以我們這邊呢 有一個練習提琴 各位待會找一下範例檔案裡面 有一個成語 我記得好像有放一個成語 那我就在網路上抓了喔 大概這個成語應該不全啦 我看有的版本好像1000多個 有的版本甚至1萬多個都有 但是我們取一個比較一般的啦 OK 我就在網路上抓了一個成語的那個範例 所以大家會請各位呢 幫我開啟這個成語的範例 那成語範例的話呢 打開來之後呢 我把剛剛那個先關掉一下 黑名單拆選 大概就先到這邊 那成語這個範例呢 其實喔 應該大家都知道啦 成語其實在我們一般在使用上 其實非常普遍 那這個成語的話 理論上就是說 為什麼要變成語啦 因為相對的使用 用久了大家會覺得 經驗一點 就把它變四個字 OK 而且很好理解嘛 然後呢 當然呢 這個地方喔 這邊總共有三個欄位 分別是成語 四個字嘛 然後它的解釋 它的例句 OK 那我如果想要統計一下 就是說呢 到底喔 成語喔 OK 裡面的某些關鍵字喔 它出現的頻率哪個最高 所謂頻率就是它的數量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了 成語第一個好像一開頭的有沒有 再來就變成 還有二啦 有沒有 然後還有 所以喔 如果假設啦 我對一個成語的這個關鍵字很有很有興趣 就是在成語裡面喔 到底呢 數量好了 一到十 哪一個 哪一個字喔 在成語裡面出現的頻率最高 有沒有 一想蠻多的嘛 一刀兩段嘛 什麼 一心一德 什麼 一日千里 什麼 一日三秋 假設 可以一的部分喔 可是問題它數量多少 你以前的做法 你總不可以慢慢算吧 怎麼算 2的到 2的到多少 2的到這裡 OK 2的到53 那就是什麼 53-1嗎 52個 那要把它登記起來嘛 然後 2的話呢 2的話 比較少 2的話有兩個 然後再來就3 再來就4 再來就5 假設啦 我們今天有個查詢需求 就是請你幫我把成語裡面喔 1到10 的數量統計出來 出現的數量喔 OK 第一個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件事 第一個 幫我統計1到10的數量 出現的數量 次數喔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數量 繪製成一個圖 所以最後 看到的結果 就有點像是我們雲端 白板第五個單元裡面的成語 就類似像這樣 可以 當然啊 你想說用哪個方法 當然其實跟各位提示一下 就是用篩選 你不一定要寫程式喔 當然你也可以寫程式啦 只是我覺得寫程式太複雜了 那最後找到的結果類似像這樣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工作表 也許我新建的工作表 名稱也許叫做什麼 統計關鍵字喔 關鍵字我要找的關鍵字 就1到10 數量各是多少 然後幫我把它畫一個 這個統計的一個圖表出來 OK 大概這樣喔 不過你可以看到 1的話1隻盧秀 大家都很喜歡1 那其次的話好像是3 然後還有再來其次好像 應該也可以可以猜得出來 10跟9 8、9、10啊 比較喜歡 那最不喜歡的好像就是6了 不知道為什麼6 大家最不喜歡 OK 那個其實背後 你可以再延伸去了解一下 那當然除了可以找一到10啦 其實除了成語裡面還有常見什麼呢 比如說季節喔 春夏秋冬 還有什麼呢 動物也是一樣 哪一種動物出現最多 12生肖 12生肖哪一個出現最多 有沒有 諸如此類的 那都可以做一個統計 可是如果你假設用的方法不對的話 那當然你統計出來結果 一定也就不對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把 成語的這個範例先打開 然後試著呢 想想看有沒有什麼方式呢 可以完成這件事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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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